你這是指定喔 你叫什麼名字 幹嘛問 你又要喝酒 喝酒 好啦 我叫阿婚啦 你是不是劉邦裡面算比較有爭議的那種 像那個程浩南 說這個就很尷尬 大家多多少少都沒有做過一點壞事 我就沒有啊 那沒太過人 沒怕過老師 沒X在裡面成長嗎 我只有走路不看路 看守自己那種 我跟你說 這位兄弟不太簡單 那特別出事就要打電話叫人來搶 那搶不好 那就是要叫那個年輕人 搶錢 最少少的那種 就要犧牲一下 怎麼會變你 你怎麼當老大人真的很差耶 當人家的大哥 就是要把所有信扛起來 才能叫做大哥 那你沒有幫大哥背過黑鍋的小弟子 沒怎麼省錢 沒怎麼做大的 我要是可以只幫老闆娘背黑鍋 就可以升設計師 那太簡單了 我想升設計師 也又可以去連鎖上班的那種 小的要先剪幾百顆頭 長那麼漂亮也沒有用 嘴聲又不好 我都嘴菜 假人頭一顆超貴 我都洗了好幾年耶 洗洗洗洗洗